所以我就 我上台看到她我就犯累 然後她也犯累 我們就兩眼淚汪汪的 就是 對對方說 第三十二屆金曲獎最佳華語女歌手獎 我想她的好歌聲 人人知曉 恭喜田富貞 我是一個登山者 我是爬百月的人 但剛剛走那一段樓梯 我真的腿軟了 大家好 我是田富貞 我是愛唱歌的女孩 從小時候 在家裡的浴室 忘我的高歌 然後被媽媽叫 真的 洗好了沒 媽媽 我沒有浪費水費 我拿到金曲獎了 是不是真的很重 還行 現在應該很想大叫一下 或是最想跟誰分享呢 我覺得 真的 我很替我媽媽開心 因為 你說水費這件事嗎 她等許富凱得獎等很久 然後今天真的是她的大日子 她的許富凱跟她的女兒 就是都有受到肯定 我相信她應該很開心 所以我替媽媽開心 很感謝 然後很開心 就是替一路上 就是幫助我 支持我愛我的人 也感到開心 因為剛剛收到很多訊息 大家都很替我開心 所以我也很開心 對 有一些口語 不是口語啊 感覺像口角 就是我們有 對 用口心 因為我們不能擁抱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 我就 我上台看到她 我就泛淚 然後她也泛淚 我們就兩眼淚汪汪的 就是 對對方說我 覺得在她 手上拿到這個獎 就是特別有意義 特別開心 在愛的人手上拿到 特別有愛 現在都已經幾點了 都快要早上 還要晚上 蛤 等一下就是要開心的吃喝 有 他們有祝福我了 然後Selina很可愛啊 她就是盛裝的 現在在等我 開心有一個 電影明星的朋友 要幫我慶祝 畢竟她最近在拍電影 當然不會 就是順其自然 按照自己的步伐 但是還是 愛唱歌的女孩 還是希望可以繼續唱 然後可以有好的作品 然後 可以 對啊 就是希望可以 還是有新的作品 不管是專輯 或是單曲 我當然不會告訴你們 我要爬哪一座 但應該是從小的山 開始練習起來 因為有一段時間 都在居家房一 都沒有去外面 所以已經好久沒有爬山運動 所以可能從小的開始練習 我不知道 我就是富凱得獎 我真的比我自己得獎 好像還要開心 就是我當場真的是跳了起來 媽媽應該也非常的開心 對 就是富凱一得獎 然後她就開 她就拿出酒來 然後她就在訊息說 等我得獎她才開這樣子 媽媽開了酒 而且喝了酒 但茶酒 喝了一口 喝了酒 喝更好 遺症 好 太太太